好我們現在畫面上呢有三個圓 那我們現在示範一下來示範 如何來圖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在兩個圓的外面跟這個大的圓的裡面這一塊 這個區域的這個 地方我們就把它把它圖顏色 好 那首先呢我們先用點工具在 這邊點一下OK 然後呢 也在這邊點一下 然後在 這個地方也點一下 我們各點 三個 也就是說在這個壺上面的 這個點 我們各點一下 好 那再來呢我們先把這些圓給它藏起來 我們點它之後然後按Ctrl H 然後把它藏起來OK 我們用Ctrl H把它藏起來 Ctrl H把它藏起來 接下來我們用圓壺的工具 選過三點的 好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從 第一個 原點這邊開始 好從這邊開始 1 2 3 做第一個圓壺 再來 按照一樣的順序 1 2 3 做第二個圓壺 做第二個圓壺 再來呢 1 2 3 做第三個圓壺 這三個圓壺做好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圓壺上的點把它藏起來 OK 一樣按Ctrl H就可以把它藏起來了 好 那藏起來之後這三個圓壺呢 我們現在可以在 左手這邊這邊可以看到這三個圓壺分別叫做 FGH FGH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三個呢把它做成一個串列 我們現在假設說 這裡 我把它叫做是 Border好了 那我們用串列的符號大括號 然後把 FGH呢 把它刮進去按照順序來 OK 按Enter 好那這個這個東西呢 這個串列是要幹什麼的呢 我們主要是要 把這三個 獨立的圓壺呢 把它變出了是一個 封閉式的曲線 封閉式的曲線 然後我們在這曲線上面取一個 這個點 好舉個點 那這個點呢我們把它叫做P好了 OK P呢就把它等於是什麼呢 等於是 Point 然後 Border OK好 那這個到底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我們會產生一個新的點 好那現在點在哪裡呢 現在我拉給 大家看這個新的點他會怎麼樣 他會在圓壺上面跑 他在圓壺上面跑OK 好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利用這個點 去 產生另外一個新的點 我這裡是比較有技巧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這個 現在點把他Q 這Q呢就用P 來算 然後呢他的位置跟P 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加個 這個00 好 OK 那這個到底要幹嘛呢 這個點這個點竟然跟P一樣 為什麼還需要他呢 我們主要是要讓這個P呢去控制Q讓他產生一個新的軌跡 OK好 所以請大家看好這個軌跡呢 我就把他叫做是什麼呢 叫做把他叫做curve 簡單一點就叫 C1好了 好就叫C1好 好那這時候呢 我把他用 Locus Locus 也就是軌跡的意思 那麼我們現在看Q的 這個軌跡 然後P是控制點 OK好 我們按Enter 好這時候呢 我把他的那個 這個軌跡 軌跡出來了 好這個軌跡出來了 那現在呢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一些點把它藏起來 像這個控制點 可以按Ctrl H把它藏起來 OK Ctrl H把它藏起來好 那剛剛的這些圓弧呢 這些圓弧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它藏起來了 我按那個 Shift叫滑鼠 通通把它給藏起來 OK好 那這時候這個軌跡呢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塗顏色了 我可以叫做把它塗成紅色 然後呢 他的那個 這邊呢我們把他的那個什麼 透明度把它調整一下 好 這樣好 那這就可以看到了 這時候有沒有 我們顏色就塗好了 OK